你會否有任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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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凡事總有兩面看 所以很多人問 女生去教育男子足球隊 會否面對很多問題 坦白說面對的困難一定有 例如 首先男女本身在天生的處事、觀點各方面都會不同 再加上我不是一個職業球員出身的教練 我會明白我男子職業球員的想法或感受上遇到一定的困難 所以會花了很多心機時間 跟他們溝通、聆聽他們 想知道他們的感覺如何 或者他們的觀點如何 亦都慶幸身邊有一幫很好的助教 他們都是踢球出身 給了很多很好的意見 第二就是有時去處理 可能球員的情緒 因為始終去到那個職業級的球員 他們一定有自己的堅持 亦都有自己一個運動員的情緒 可能有時上升和下降 很多不同的問題 一個女性的教練 其實他完全理解是有困難的 而且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性格 你亦都要揣摩 究竟你跟不同的強行接觸 你要用一個甚麼方法 可能有些你要解決的 有些可能要困難的 亦都要浪費時間去理解 還有有時真的有些火爆的情況 他們自己可能發脾氣 他未必是發你脾氣的 但他發自己脾氣 那又怎樣去解決呢 這些都要學習 說真的沒有預期過有這麼大的迴響 你說我去考慮做不做的時候 我只是去考慮自己做不做得好 沒有去考慮究竟我是不是第一個 什麼歷史 拿不拿到冠軍 其實這些事情想不到 太遠 我覺得不在我控制範圍之內 所以一直以來我都嘗試 嘗試一個平常心去看這件事 甚至到現在都可能有很多訪問 或者我出去亞洲足協 很多不同的活動 都有人會問 你是歷史的第一個 怎樣怎樣怎樣 我說其實做一個教練 甚麼才是最重要 究竟是男還是女 第一個 還是第一百個 重不重要 還是究竟我能否做適合自己 工作崗位上的事才是最重要 所以我儘量不去理會 或者不太重視外界的看法 當然有批評 亦都有稱讚的事 但是我覺得自己用心去做好自己工作 已經是最足夠 以及最對得住我一班的團隊 可能我的中學同學 或者其他非國的朋友 其實我們全部出來 都是長髮、穿裙 整張桌子就只有我這樣坐在那裡 T恤短褲 有時踢拖鞋 很隨便地吃飯 但我會去想 我會想到這件事 但我又覺得我沒有意欲 或者不需要改變 我自己做人的心態就是 Be Honest 和Be True 盡量做一個真實的自己 所以我個人也挺直接 因為我不想去包裝 或者不喜歡做包裝的事 亦不喜歡跟自己不是走同一條路的人 做朋友 一度不同 不相為謀 不需要刻意去改變自己 相反我覺得 做最真實的自己 才可以令到 其實你身邊一起 和你工作的朋友 同事 或者是從小到大的朋友 才會令到他們覺得 是尊重、信任和舒服 其實我覺得 近年的趨勢 或者文化 其實都改變了很多 近幾年 其實多了很多女子踢球 即我們女子足球的人口 其實多了很多 但是也要看回歷史 就是在鳳凰計劃之前 其實女子足球是被忽視的 亦沒有一個系統去發展 變相停滯了一段多長的時間 到近幾年 再去有計劃地去進行的時候 有類似足球經理 有很多不同的計劃 在清訓學校去入手 其實聯賽也多了很多不同的比賽 多了很多人踢 其實一直是在進步 但是你要某件事去取得成績 不是說你突然之間 扔一些東西下去 立即就有回報 因為你足球 是要時間 可能五年、十年 你會看到一個更大的改變 我相信是會繼續去向好